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宗受访时表示 教会不可祝福同性结合 教宗方济各访意大利维罗纳 教宗主持圣神降临节弥撒 台湾天主教会庆祝圣神降临节 全国圣体大会接受报名 第一届世界儿童日明天展开 1924年5月15日 中国首届全国天主教教务会议在上海举行 一百年后的今天 宗座传信大学的国际会议 再度反思天主教会重振在中国的使命 5月21日 由圣座福音传播部 出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 所属的宗座传信大学主办 信仰通信社和中国牧林委员会协办的 中国教务会议百年 历史与当下国际会议在宗座传信大学礼堂举行 会议的日程中包括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 教廷福音传播部 出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 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 以及上海教区省兵主教发表演说 开幕典礼上 教宗方济各也向大会和与会众人发表影片演说 在八十十年代前后两 были 百年代代参加国互联合 的公开祖正在不同的公开 的遗述 并非在历史与会生存在 语统座传播 和大俞合的务方式 在商务华上的正在衛座传播放 業者 祕拟祷 祕拟集合 他们终于为助享用 而父亲 Clone 以互联网合 也并非不想念 超越了迷惑和抗互惑 这样是神圣灵的主义 在江湖的设计中 也在用作的联系的联系 在联系中的联系中 和主义中的主义 在中国的主义中 在其中处的好处 鶏环,总是那种因素, 真的一种尊重的东西 可没有 mapa个设计的路上 인가炖中的事情 尊心 banks 只要只要同意,只要同意, 只要同意,只要同意, 同意,同意,同意。 聖地人的第一次祭祭祭 看了一切, 而是一切的未來, 而是一切的未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I cattolici cinesi, in comunione con il Vescovo di Roma, camminavano nel tempo presente, nel contesto in cui vivono, testimoniano la propria fede e anche con le opere di misericordia e carità e nella loro testimonianza danno un contributo reale all'armonia della convivenza sociale, alla edificazione della cassa comune. Chi segue Gesù ama la pace e si trova insieme a tutti quelli che operano la pace, in un tempo in cui vediamo agire forse di sumani che semblano voler accellerare la fine del mondo. 聖座国務卿帕罗林舒基,在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上致辞重申, 希望主教任命协议得以续签,并强调,服从教宗不会損害爱国意志。 聖座国務卿帕罗林舒基,5月21日,在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的致辞中, 提到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横毅总主教的名言, 教宗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他是世界上所有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 服从教宗不但无损于自己对国家的爱,而且更能激发纯正的爱国心。 帕罗林指出,刚横毅总主教一百多年前就论述到教宗与全世界天主教徒的合一, 这种共荣是信仰不受外部政治利益影响的最佳保障。 上海教会议对当今的教会也具有很高的价值, 在教宗方济各的邀请下,教会致力于同道协行的反思, 让天主子民成为在教会生活中具有责任心的人和主角。 帕罗林书记强调,从刚横毅的观点来看, 必须将外来传教的概念转变为传教的教会, 因此需要促进本地神职人员的发展。 出于这种意念, 他支持1926年第一批六位中国主教祝聖, 并以同样的目的建立了主徒会。 刚横毅总主教留下的遗产, 至今依然可以看到。 2018年, 透过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 盛作与大陆地区彼此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 未来希望在大陆地区有固定性的临在。 帕罗林书记说, 即使初期没有宗座代表等形式, 但无论如何都会加深彼此的接触。 针对帕罗林书记的谈话, 大陆外交发言人汪文斌指出, 大陆方面愿意继续与梵蒂冈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增进彼此的理解, 推进双方关系的改善。 而才刚上任的我赖清德总统, 21号下午, 在总统府接见了教廷特使, 驻菲律宾大使布朗总主教。 这几年来, 台湾和范蒂冈持续透过各层级的相互访问, 增进彼此的情谊, 而为了回应凡几个教宗, 对于国际人道救援的呼吁, 台湾近年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和教廷携手投入人道慈善的工作, 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教宗方济各4月24日, 在梵蒂冈圣马尔大之家, 接受美国媒体CBS的新闻采访, 教宗从即将举行的世界儿童日, 各地的战争冲突, 到教会近年来的争议, 与面临的挑战等议题侃侃而谈。 教宗方济各接受美国媒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 重申了宗座牧林的核心, 接纳所有人。 教宗强调, 福音是给所有人的, 而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 就连我也是个罪人。 教会如果在门口设了个海关, 他就不再是基督的教会了。 教宗接着澄清了圣座教义部 恳求的信赖声明中 关于祝福及同性伴侣问题 所造成的误解, 并表示, 我批准的并不是祝福同性的结合, 那不是圣事。 这是天主立下的法律。 祝福同性的结合, 违反了教会的法律。 但祝福个人是可以的, 祝福是给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 此外, 教宗也重申对于代孕的立场, 指出, 很多时候代孕成了一门生意, 这十分丑恶, 非常负面。 记者反问, 但是对于某些妇女, 尤其是离癌而导致不孕的妇女, 代孕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教宗则表示, 也许是, 但另一个机会是领养。 每个个案的状况都必须慎重地考量, 医疗上与道德上谨慎咨询, 在道德原则不被忽视的状况之下, 去评估每一个个案。 记者提到, 在即将举行世界儿童日的同时, 还有几百万的孩童在战争中受苦, 因此, 教宗向战争中的国家疾呼, 以谈判来停止战争。 拜托, 我恳求那些在战争中的国家, 所有人请住手吧。 你们必须想办法为和平谈判, 你们要竭尽所能来达成和平。 谈判而来的和平, 好过于永无止境的战争。 教宗对于加萨的情况也相当关注, 每天晚上七点, 我都会亲自致电给加萨的堂去, 那里约有六百多人, 他们会告诉我发生的事情。 教宗从战争的议题, 延伸到难民与移民所遭受的不公对待, 斥责许多人与班阙比拉多一样, 对于战争、罪恶与不公不义之事, 选择洗手谢责或袖手旁观。 提醒我们对于这些悲剧不可抱持冷漠的心态。 在这次采访中, 也点出教会近年来的侵犯丑闻。 教宗表示, 这些是不可容忍的罪行, 同时也承认需要采取更多作为, 要予以惩罚并且加以预防侵犯的悲剧。 教宗方济各5月18日, 在意大利维罗纳有丰富的行程, 首先在圣柴诺大殿内接见神职人员和度奉献生活的男女, 在大殿外和儿童及青年相会, 随后在维罗纳竞技场主持和平祈祷活动, 再到蒙特里奥监狱探望受刑人。 最后, 前往本特哥迪体育场举行感恩祭。 5月18日, 教宗方济各在意大利维罗纳展开慕邻访问, 首先在圣柴诺大殿内接见了执事、 斯多和度奉献生活的男女, 然后在大殿前的广场和儿童及青年相会, 随后前往维罗纳竞技场, 主持拥抱正义与和平会议, 再到蒙特里奥监狱接见狱警、 志工、探望受刑人并与他们共进午餐, 最后前往本特哥迪体育场举行感恩祭。 教宗方济各在圣柴诺大殿瞻仰圣柴诺的遗体后, 勉励在场约800位神职人员及奉献生活者, 必须接纳我们所领受的招教, 并在当前领受的使命中大胆行事。 我问我, 我问你, 我找到老师吗? 我让我找到老师吗? 在与修道人士的物坛结束后, 教宗方济各来到大殿外的广场, 和在那里等待他的儿童及青年进行问答式的交谈。 儿童及青年代表向教宗提问, 要怎么听到耶稣的招教? 身为孩童, 我们要怎么成为和平的指标? 在困境里, 该怎么保守我们的信仰, 并能勇敢做选择, 不随波逐流呢? 教宗一一答复, Voy avete visto che siete capaci di sentire, sentirsi bene, sentirsi male, se uno ascolta o fa qualcosa. Quando Gesù parla, ascoltate bene questo, quando Gesù parla, ci fa sentire bene, ci fa sentire una gioia nel cuore. Avete capito? Sì! Adesso domando. 教宗方济各 接着前往维罗那圆形竞技场 主持拥抱正义与和平会议 在一个小时的聚会中 教宗回答了多名与会者的提问 内容涉及移民、经济、环保和裁军 并在最后敦促 和平不能只是等待世界领导人的付出 更需要每一个平凡人的行动 在接下来访问蒙特里奥监狱的行程中 教宗肯定了监狱是伟大人性居所 的正面意义 并鼓励在场所有人 与天主谈论我们的痛苦 并将临人视为旅办 一同分担与承受 最后教宗方济各前往本特戈里奥监狱 与体育场举行感恩祭 庆祝圣神降临节 在讲道中 讲述了圣神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地位 与成就改变的力量 教宗表示 圣神是我们生命的主角 并鼓励所有人敞开心扉 去聆听、相信 并接受他为我们的心带来的改变 在聆听的旅行 由于聖席与与祖族的 通风端的政治址 祖族的自由 移民共产似的 尔亚族的 亢明 要搞的 亢灭 组合一人 亢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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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9日在圣伯多禄大殿 举行的圣神降临节弥撒中 教宗方济各勉励人们 以有力而不强加于人的方式 传播福音 使上主的好消息 亲切而温和地被所有人接纳 有力而温和 强大而温柔 教宗方济各5月19号 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的 圣神降临节弥撒讲道中 用看似对立的形象 来描述了天主圣神 但这实际上却表达了圣神 如何在我们内心运行 并推动着教会的使命 这位护卫者圣神 转变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在向所有人 传播福音时变得勇敢 因此我们不向世界的力量屈服 继续向那些想要战争的人谈论和平 向那些播种仇恨的人谈论宽恕 向那些封锁大门设置障碍的人谈论接纳和团结 向那些选择死亡的人谈论生命 向那些喜欢羞辱 侮辱和排斥的人谈论尊重 向那些拒绝任何联系 将自由与肤浅 不透明和空洞的个人主义 混为一谈的人谈论忠诚 我们不要被困难 嘲笑或反对所吓倒 因为今天一如过去 这在宗徒生活中从未缺少 教宗强调 象征着圣神的风和火的力量 是天主力量的象征 没有这种力量 我们单靠自己无法战胜邪恶 也无法克胜肉体的欲望 例如那些不洁 崇拜偶像 纷争和嫉妒 但圣神进入我们这颗干枯 坚硬和冰冷的心 治愈一切 同时 护卫者在我们内心的行动也是温柔的 正如古代教会萨罗满诵诗 十四章六节的一句美丽诵诗所说 上主啊 愿你的温柔与我同在 并结出爱的果实 圣神的气息改变了心灵 并赋予勇气 教宗说 像门徒们一样 我们充满力量和温柔 蒙召去宣传福音 超越种族和宗教的障碍 履行真正的普世性使命 我们需要希望 我们需要把目光 投向和平 兄弟情谊 正义和团结 因为这是唯一的生命之路 没有其他路可走 当然不幸的是 这条路往往不容易走 相反的 有时候看起来曲折和陡峭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有一种安全感 那就是在圣神的帮助下 记着祂的恩赐 我们可以一起走下去 弥撒结束后 教宗放弃各中午 在宗座大楼 带领信众送念天皇后 喜乐金钱说 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感觉,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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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祝福 我们的感觉,美丽,美丽,美丽,继续,继续,继续 我们的爱永统的祂 我们的父母和祖母说 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 聖神降临主日 在台湾各教区 有众多信友 领受监政圣事 我们来看看 台北和新竹教区内的盛况 你们准备好成为传教师了吗 你们准备好成为传教师了吗 是,非常好 人就照顾神神降临 眷顾你心有的灵魂 一天上升众生 全能的天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 你以水及圣神 使这些子女重生 赦免了他们的罪过 求你派遣施慰则圣神 降临到他们的心中 赐给他们智慧和聪明之神 超见和刚毅之神 明达和笑爱以及敬畏之神 以上所求是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有时全能复的忧悟 你看成圣福的恩许 赐给心有的灵魂 赐给心有焉自福灵 求你光照我的理智 请爱情与我的心胸 望我神神以你胜利 我神的宛若的坚强 去除愁地远离我们 平安幸福赐给我们 有爱我们一律避免 来你帅领日前进 赐我们因你是神父 即他为一物而生子 你是父子共发神圣 我前进你所有事 在我们灵性生命里面 我们要将这爱的生命经验 分享出去 就像门徒领受了圣神 就要帮助更多的人 从罪恶的生活中间解救出来 这是领受圣神的时候的使命 因此教宗常常提醒我们 领洗的人就是传教士 你们准备好成为传教士了吗 Are you ready to become missionary Yes, very good 很好 以有爱能治愈一切为主题的 2024全国圣体大会 即日起接受报名 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参与者 都必须缴交报名费500元 由于大会只接受各教区报名 请各堂区将报名表及费用 交与各教区的秘书处 并在今年7月31日前完成报名 第五届全国圣体大会 第二次全国筹备会议 5月24日上午 在高雄市天主教中心举行 由筹备会主任委员 高雄教区刘振中总主教主持 筹备会执行长杜永雄神父 副执行长施炯坤神父 各组代表 主教团秘书长陈科神父 和主教团经理推广组 吴令方姐妹 七大教区主要负责人 都参与了这项会议 祈祷年又是高雄教区的圣体年 希望能够激起教友 对圣体的认识了解 接受敬礼朝拜 然后也真的是好好参加感恩祭 受基督的圣体 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生命的食粮 我们称为天使的食粮 这是我们推行敬礼的重要的意义 七月就开始我们所谓的九州的大敬礼 就是每个星期六七月二十九号开始吧 就从高雄教区 开始有每一个周末周六 都有教区的主教带领 带领希望听进去 带领你们教区的神父啦 修士啦 修女啦 教友 甚至于目道者 一起来做 这个 那一周的九日敬礼 这个不是光是高雄教区 希望也能够动员 教区的 这个神职人员 奉献生活的跟教友一起来 玫瑰塔 主教座塔 可以得权大赦的一个圣堂 好好的来参加感恩祭 高雄教区有一些 推出了一些活动 像九月十四号 跟耶稣一起做情轨 降福高雄这个地区 不只是高雄地区 是代表整个台湾 第五届全国圣体大会筹备会执行长 杜永雄神父 特别谈到令人惊艳的场景规划 波贴我们希望在中央高雄 那上次我们第一次会议时候 你们说看到了大玻璃 所以要做波贴嘛 所以我们就在中央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波贴 这个图案真的很美 你们稍注意到 他们以这个身体圣事为天主教的信仰 这核心 身体光辉 散发出温暖的光芒 主视觉 采用信任的 橙色 红色 黄色的颜色 象征活力 希望 和友谊 这些颜色传达出来 本次大会的主题 有爱 能治愈一切的精神 那我们会场的规划 大概目前是这样 我们在身体大会中 我们这个祭台的后面的布景 因为我一直觉得 还是用玫瑰糖来表达最好 所以基本上 它整个主视觉是玫瑰糖 我们的身玫瑰糖后面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一样 我们用这样的模式来处理 管子全长180公尺长 宽度50公尺宽 那所以基本上很长 所以放了几个荧幕 是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 是这样子 杜永雄执行长 也谈到教友应注意的两大事项 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教区的教友 要记得 要带你们自己的环保杯 那我们报名 我们费用每个人500块 不论主教 我特别讲了 不论什么人来 都是500块 当然我们有特殊的 VIP的客人 那我们基本上 我们这个大会会做预算 去补那个500块 那原则上只要是信友 我们高级 我们台湾的教会的所有的人 进来就是500块 然后会贴一个手环 那基本上就这样子 这个东西弄掉了 只要你当天来弄掉了 你没有带手环 我们视为没有报名 重新报名 我们在那边会有个街 有个特殊的柜台 专门搜 假如你突然来了 没有带手环 基本上我们会将你再报 重新报名 变成800块 第一届世界儿童日 将在5月25日至26日 在罗马举行 盛作文化教育部长 门东萨书基 活动发起人 与罗马市长等人 在记者会中同声强调 世界儿童日 对全世界人类的重要性 也传达了教宗方济各 对世界儿童日的强烈期待 盛作文化教育部长 门东萨书基 与罗马市长等人 在记者会中 一同表示 对世界儿童日的热切期待 大部分的网组 世界中的孩子是現在的手 而是一場主要的主持人 的基礎 的基礎中的一位 的基礎中的基礎中 是一場主持人的基礎中 是一場主持人的基礎中 而是一場主持人的基礎中 而是一場主持人的基礎中 基礎中的基礎中 人幫助人做得平的 基礎中的基礎中 我們把孩子的基礎中 而是中心的 但以练乱的意义 和音乐观众 我们要求聚乱的音乐 以奥党的音乐 这就是新的 这就是一个人的 这就是一个人的 孩子们的一切 不只能有我们的孩子 我们需要的孩子 我们要求的孩子 我们要求聚乱的 那天啊 我们要求聚乱的孩子 我们要求聚乱的孩子 在中心的 美丽的 我们想看 我们望着世界 与眼睛的眼睛 此外,意大利知名的前衛藝術家帕拉蒂诺 公布了他专门为世界儿童日所创作的喜悦十字架 在这座高约四公尺的十字架上 帕拉蒂诺将教会文化与童话故事融合在他的艺术之中 帕拉蒂诺表示 能够创作史上第一个喜悦十字架 是我莫大的荣幸 藉由教会与童话故事元素的互相结合 来激发孩子们与我们的想象力 他强调,这个作品是完全献给孩子们的 因为他们是主角 喜悦十字架将在世界儿童日的开幕典礼上亮相 并将在5月26日在圣伯都陆广场上 与孩童们一起参加由教宗方济各所主持的弥撒 2024年台湾青年日 8月16号到20号将在新竹教区举行 期间会在桃竹苗三地走访超过三十几间教堂 新竹教区特别制作精彩影片 新闻的最后与您先一探新竹台青的活力 真理新闻我们下次见 2024年台湾青在新竹 欢迎大家 大家平安 我是陆雪宁 我是新竹亚南生命维护中心 欢迎大家 欢迎每个年轻人来参加我们台湾的青年日 2024年台湾青在新竹 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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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大家